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攻略 元神4.6 豐丹拳寶箱讓我神童 一條龍全收集舊日之海諾托斯區邪律上的永續 是為了舊日與明天遲來的歸鄉他的 生命在那邊超越時空的空想 崇高大道 神童36 寶箱94 好,那這一批我們要來到 崇高大道左下角這一個矛點 到這裡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從這邊往下優 那在前方這邊有一個 貝殼 把這貝殼給他敲開 好,這邊敲開貝殼 裡面一顆神童 拿到這一顆神童 拿完神童之後 往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放 這邊往下優 這裡有個現實挑戰 來開啟這個現實挑戰 跟著穿過水環 好,那穿過來這邊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我們回頭看 這邊一個貝殼 把這貝殼給他敲改 裡面一個摩拉堆 撿起來這個摩拉堆 我們再把它轉到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我們游過去 再游到對面 對面這邊 這個柱子背後 這裡有一個水草 那我們拿到旁邊 旁邊這個圓越彎道 過來把這個水草給它割斷 好,那割斷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然後我們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 這邊游 好,踢著轉過來 轉過來我們往前游啊 好,那這邊游過來之後 這裡是一個適能球啊 把旁邊的一個章魚 異色章魚給它撿一下 撿一下 這裡踢出去哦 好,那這裡完成之後 拿到這個珍貴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正天方一顆神筒拿到它 拿到它之後 北方向地圖上方 往上游 好,那游想來 在這邊這裡有一個限時挑戰 過來開啟這一個限時挑戰 好,跟著吃水威力 好,那挑戰完成 這邊拿到這一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裡寶完之後 我們再把四條轉到 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往上游 往上游啊 往這裡游上來 再游 繼續往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 游過來這裡一顆神筒 拿到這一顆神筒 好,這裡拿到神筒 然後再往正前方 過來觸發任務 好,這邊對話完之後 要我們擊退魔像 但這裡的話 我們只需要躲就行了啊 一直躲到它那個 任務出發 去群炸 好,那這邊我們再一次對話完之後 然後點擊追蹤目標 這裡是什麼 齊 重建金色水到齊 那我們打開我們的地圖 我們直接來到 從高大到左下角 這一個矛點 好,過來之後 往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走 這邊直接游過來 游過來 左手邊 這邊這裡我們把這個螃蟹的能量 能力拿到 把這個石頭炸開 裡面是一個金質寶藏 拿到這一個金質寶藏 然後再往東南方向地圖 右下角這邊抬頭 在這個尖尖的這個石頭上 這裡一個摩拉隊 撿起來這個摩拉隊 東北方向地圖 右上角 稍微低頭看 這邊一個摩拉隊 來撿起這一個摩拉隊 那這個摩拉隊撿起來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北方向偏西一點 北方向偏西一點 地圖的上方偏左一點 那邊游過來 這個柱子背後 柱子背後這裡是水草 給大家割帶 這邊拿到這一個金質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把石頭轉到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 在這邊這顆神童的話 在這邊這顆神童的話 我們要游到上方 在這個頂部 往上游 把右上來頂部這裡拿到這邊這顆神童 拿完這顆神童 我們再往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往下游 下去把錨點開一下 順手旁邊這個柱子上 拿到這個摩拉隊 然後再來開錨點 好那這裡開了錨點 在我們的北方向 北方向地圖上方低頭 北方向地圖上方低頭 這邊這裡 一個怪物鎮守的寶箱 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這邊切完怪 我們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 在我們旁邊有一個傳統門 點擊進入傳送門 然後把我們傳送上來 傳送上來我們再往任務指引的方向 東方向地圖一遍 這邊我們直接使用交互簡 好這裡召喚激流 好這邊我們直接把 呃 飼料王 左下方這邊拉一下 然後把我們自己彈射出來 這裡能拿到一個成就 好那彈射到這個裝置這裡 那這邊的話我們點擊操作 點擊操作啊 然後這裡我們調整調整到 把這個腳對準後面的那幅畫 對準啊 好它對準之後我們退出 那退出之後 這裡我要讓這個什麼 飛鳥幻影歸位 這飛鳥幻影的話 我們來到它旁邊 它動的這些啊 然後切換一下交互狀態 這裡過來使用一下這個 這叫什麼 使用一下 使用一下元素戰績啊 這邊讓這些飛鳥 回到它本來該呆的位置 好這樣的話就出現一個 精緻的寶箱 我們來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好那拿到這個寶箱之後 在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 我們先往下游啊 東南方向地圖用下角 這邊往下游 這裡有一顆神筒 拿到這一顆神筒 拿到神筒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 這個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裡不一定在 不一定在這個位置啊 它是 繞著這邊 一圈一圈轉的啊 這個東西啊 好然後 這邊我們來 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 機械魚吧 機械魚吧 機械魚來到它的尾部 然後 把它 弄停 它停了以後 在它的 嘴巴裡面 拿到這個精緻的寶箱 拿到這個寶箱 我們再點擊任務追蹤 跟著任務指引 好再跟著任務指引回來 這邊要跟隨這個什麼 飛鳥幻影啊 好的 那這邊我們任務完成 在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抬頭 稍抬頭啊 就能看到這裡有一個 摩拉堆 撿起來這邊這個摩拉堆 這個摩拉堆 撿起來之後 繼續東方向地圖右邊 稍微偏右一點 這邊又是一個摩拉堆 撿起來這邊這個摩拉堆 這個摩拉堆撿起來之後 我們再把四角轉到我們的 南方向啊 南方向地圖下方啊 這邊游過來 這裡的話是 這個什麼 羅茂章魚 這裡 這裡是一二三木頭人啊 點擊要一喜歪 然後前方那個就是 我們點 點按一下啊 點按一下這個 它就會停 那對面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它轉過來的時候 就是不能走 好然後長按一下 它就繼續走 它轉過去我們就走 好它轉過來 然後 停 把這兩個章 這個什麼章 章魚給它送過去啊 不能被大家發現 好這裡完成一個 完成一個之後 我們再回頭 再回來找 章魚繼續和它 玩第二次 什麼東西 板子 呢 呢 就是 啊 好这边就会出现两个宝箱 我们拿到这两个 拿到这两个宝箱 好那这两个宝箱拿到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西南方向 地图躲在角这边 开头 上面啊 这上面这里有一颗神童 拿到这边这颗神童 拿完了这颗神童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 这个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从这边往前游 这边这里有一个现实挑战 我来开启这个挑战 把胖胖果打了 好这边会出现一个精致宝箱 开启它 那拿到这一个精致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这边直接往对面游 对面的这个平台上 平台上这边有贝壳 我们过来打开这边这个贝壳 这贝壳里面是金碟 然后在它旁边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个贝壳 这个贝壳里面是摩拉队 好这个摩拉队打开之后 东北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上面那个贝壳 这里面是一颗神童 这里拿到这颗神通 再继续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 这边把路上的这个 这个 螃蟹 螃蟹的能力拿一下 往这里游过来 这边是一个怪物镇守的宝箱 我们来把怪清一讲 好等七万块之后 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那拿完这个宝箱的话 那我们再来对一下 我们现在的成就所 现在我们是16个锚点 三个邪灵 94个宝箱 14个现实 来看一下背包 背包里面36颗神通 好的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